西泽大人 母后 怎么不见西泽大人 西泽大人他去了哪里 我也不太清楚 恐怕是回来的路上 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时辰 也是常有的事 老母后挂念了 母亲 女儿知道西泽大人去做什么了 西泽大人去史空山 取护心草去了 西泽大人的去向 阿兰惹不知道 你比他更清楚 母亲 女儿担心菊诺姐姐的伤 还未痊愈 所以去求西泽大人 去史空山取护心草 西泽大人感叹女儿 难得求她一回 既是女儿的心愿便去了 可能西泽大人走得匆忙 妄和姐姐道别 所以姐姐才不知道吧 既然是帮菊诺姐姐取药 那阿兰惹不清楚 也没什么 姐姐难得大放一次啊 可是 那史空山 山市陡霞 守护护心草的灵兽 又异常凶猛 要是西泽大人受了伤 倒是有点对不住姐姐了 西泽大人法力一向高深 一两只灵兽应该也困不住她的 你也太操心了吧 你 好了 静待西泽大人回来便是 本君听说 药师好像有什么宝贝要呈上来啊 是 禀上君 老臣早前曾听上君提及 三位公主的体质寒粮 近日得了几枚祭白果 命药桶熬成热粥 想献给公主们 以调理体寒之证 请上君示下 是否须力时呈上来 来 祭白果 阿兰惹她最近吃不了这个 晚上风大 也不知道披荐医生 上君 我回来晚了 西泽大人 一路可否安好啊 好 那本君和君后也就放心了 阿兰惹刚在九屈龙中受了伤 跪不了太久 也好 那你 扶阿兰惹回座去吧 长帝 你也回座去吧 这是我的茶杯 你的不就是我的 有什么分别 来 把这个喝了 这什么 你做的 你还会下厨啊 我 下厨 看着茶茶做的 你还会上去 你这儿 我看起来 西泽大人 你方才说 阿兰惹近期用不得祭白果 这是为何 阿兰惹正在用护心草 与祭白果要理相冲 他受不住 我怎么不知道我在服用护心草 米丸里的就是 这不就是放了 姜片的鱼汤吗 护心草生长在 极阴之地 兴气甚重 所以 你用鱼腥味 把护心草的腥味 给盖住了 再用姜片 把鱼的腥味 给盖住了 应该是吧 但我觉得 如果要去除 护心草的腥味 用羊肉的膳味 也可以去掉的 好 下回可以试试 殿下 这可不是一道菜 这是极为贵重的药啊 这么说 方才你去取护心草 不是为菊诺去的 对吗 若不是为了阿兰惹 史空山路途遥远 山势险峻 我又何必要去跑一趟 大公主的病情我看了 已无大碍 倒是阿兰惹 我很不放心 原来是这样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俩前两天 还挺生分的 你不会是真的撞邪了吧 那是因为 我好不容易下山一趟 你却没有来找我 我 明明是你没有来找我 你守在菊诺跟前吧 我去找你了 只不过你见到我 却像没有见到一半 只会同你师父苏末叶在一处 所以我故意不理你 你不会是 我吃醋 我其实是 西泽大人 你可不能冤枉我 流星 有流星啊 快看 流星 流星 好美啊 阿兰莎 多想和你再看一次这样的流行 可是 我总觉得那个人不是你 如今 希泽和苏莫叶 都对他如此关心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莫少 你有没有觉得今月很多人都不太对劲